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半夜不要照镜子 老陈的一个远房表哥 因为车祸去世了 本来老陈是不想回去的 因为几年前在生意上的有些事情 曾经和这个表哥闹得很不愉快 可是母亲却一直强调着 让老陈回到老家去 参加表哥的葬礼 没办法 老陈还是开着车赶往了老家 老陈是一家销售公司的经理 所以平时工作起来非常的忙 他本打算过来看一下连夜赶回去的 可是却听说老家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送葬不过四九 孤魂随你游走 意思是说 如果谁是不参加完了全程的调宴活动 那么就会惹着鬼怪上身 可是如果完成了整个的过程 那要七七四十九天的 老陈实在是不能够坚持下去 后来好说歹说的 在勉强的过了三天之后 老陈就开着车赶往市里 可是那车子却在路上抛锚了 等老陈回到家里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一点多了 老陈简单的洗了个澡 他就躺在床上准备睡觉 可是他迷迷糊糊的时候 就听见了卫生间里边 好像传来了什么声音似的 他以为是自己太累了 而产生了幻觉 他翻了个身继续睡觉 可是那个声音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下来 而且有一些越来越大的架势 老陈感觉到害怕了 因为他听见那个声音 已经有一会儿了 他打开了屋子里边所有的灯 并且拿出了一根棒球棒 他哆哆哆嗦的 来到了卫生间的门前 可是当他推开了卫生间的门的时候 他却发现那里边什么异常都没有 原来真的是虚情异常啊 模糊的脸 那分明就是已经车祸去世的表哥 老陈在最后的意识当中 他仿佛听见了一句 对不起 然后 他就晕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 当老陈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他急急忙忙地开着车 又回了老家 直到完成了表哥的七七四十九天调宴之后 他才再一次地回到了市里 原来 老陈和表哥曾经是很好的关系 可是因为生意上的一次失误 表哥自作主张 就害得他们赔光了所有的积蓄 从那之后 他们俩人便断了关系 老陈回到了市里边找了一份工作 而表哥也回到了农村 继续地去干活 可是表哥一直想对老陈说上一句对不起的 可苦于一直没有机会 于是 他只好借助了这一次机会 向老陈说了一句 对不起 只可惜 兄弟二人 却不能当场地说清楚 相传 在去世的人会通过镜子 来完成 其生前没有完成的心愿 所以 老陈才会与表哥 进行了这样的一次 偶遇